本領域 謝教授一直都常常提醒我們 我們照顧病人 不只是給新的教育 給發展新的科技 重要的是我們怎麼樣 好好支持我們的病人 還有他們的家人 所以我想用這個 Leave No One Behind 應該是符合謝教授 平常教導我們的方向 詳細的我們就請謝教授來告訴我們 我們怎麼樣是把這early pallet care的觀念 應用在我們這個律人 還有他們的家人的照顧身上 歡迎謝教授 謝許教授還是應該給我這個機會 推訪這件事情 那這個病人我們剛剛已經知道情況 當然我們在跟照顧 見到這個病人第一件事情 是當我知道他是乳癌肺轉移的時候 我們醫生腦袋應該有個概念 這個病人後面可能發生什麼事情 第二個你也要讓病人知道 他後面可能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溝通 是我們跟這個病人建立關係的 第一個最重要 你要讓他相信 那文区乳癌其實不同的type裡面 不同的轉移其實survival是不一樣的 我們其實不太應該跟病人講說 這是incurable 或是我們看著辦 因為對於年輕的女性來講 她面對的是後面的人生 你要給她一個比較實際的東西 基本上可以掌握 那我們在每個階段 其實都要考慮 在這個階段 我要提供病人什麼樣的服務 前面講了很多新的進步 但除了這個以外 其實還有很多層面 那我因為一直在看乳癌患者 乳癌是很特別的 因為她剛剛都在男性 不是說女性問題多 沒有男性問題更多 女性問題多我不怕 因為她會講 男性問題多我很怕 因為她不講 可是你有辦法讓她講 如果你跟她關係很好 第二個 如果你有關心她這些層面 那個男性的病人就會跟你講很多事 她發現 你不是在看她的病而已 你把她當一個人在看 你在幫她的時候 她認爲 你有尊敬到她的 不管是好還是不好的地方 每個地方當中有想到 你就會去做到 其實我今天要講的 其實是一個老掉的東西 可是在現在高度分化的癌症醫療裡面 這件事情被忘掉 在所謂的多專科團隊裡面 他也被忘掉 在多專科團隊裡面 我們其實看到很多情況是 很多人看著這個病人 可是每個人想到不同的方向 多專科團隊應該是繞著這個病人 大家幫他想一個 對他最好的 但是同時也要他能接受的方式 那這也是 每次我在講止步藥 我在台灣做止步藥 做了二十幾年 我們一直有人認為 這打化學藥會痛 這是應該的 這是錯的 現在最好的進步 其實乳癌是最難控制的 在打化學藥以前 幾乎百分之四十會吐 現在吐的比例已經少很多了 那我們還是有些醫生 所以我的病人都不會吐 我隨便給他用不用就好 吐了以後再說 在給病人做所謂的緩和醫療的時候 其實你在每個地方 如果你能做到更好 千萬不要做到次好 呕吐就是個最好的例子 我吐在我開始做癌症的時候 吐是應該的 你看我在美國進修的時候 怎麼去輔導病人再吐 那現在就這樣 抱著他的手 你也沒有辦法指導他阿內治療 現在不是 現在我們也非常好的藥 在SupportyCare這只是一個例子 我們事實上 對癌症病人SupportyCare做得很好 那這是一篇研究 這篇研究是最晚期肺癌的病人 我們看他除了醫療以外 到底他找外面的人 主要幫他再解決哪個問題 就發現兩個問題是最常見的 在症狀方面裡面主要就是疼痛 或是疲憊這個 可是有個心理的問題 大家比較常去看到 他如果去應付這個疾病 就是coping這個問題 其實真正 如果你有一個這樣的團隊在 負責這樣照顧的時候 你發現這個是個很常見的問題 他們其實很需要 可是以前他們沒有地方去 所以剛剛講這個病人 我們自己回頭自己想一想 如果你是那個病人 我才42歲 我小孩子 現在42歲的小孩子都很小 因為現在都晚婚 我最近一個世紀 生小孩子幾歲兩歲 現在因為都晚婚歲小孩子很小 都要想的是小孩子的事情 他要想的是他工作的事情 他要想他先生的事情 因為四十幾歲 父母都還在照 他要想他父母的事情 他面對的事情在這 朋友不用講 還有其他很多事情 所以coping 我們在跟這個病人在接觸的時候 除了跟他講這些治療的時候 同時要考慮他 他如何來度過這段治療的過程 在思考這些事 我們常常說 我拿肝癌來做就好了 這個是我們其實很感冒的事情 我們現在在給病人治療 你一定要知道肝癌傷害為什麼那樣行 你一定要知道這病人他能接受什麼 同樣一個治療方法 在A病人可以接受 你必須要了解他的需求 從他需求裡面去找到可以合乎他 這才是個人化的醫療 個人化的醫療 就是把你現在有的best evidence 加上他願意做的東西 這是最簡單的講法 他願意做表示 第一個他了解他的病 他了解他的癒後 他了解他即將面對的東西 在這個之下做了一個選擇 以前在美國有個病人跟我講 你都說給我選擇 可是你都不是給我兩個選擇 我應該有八個人 為什麼你只給我兩個 我沒有時間跟你講 不是這個意思啊 我們應該要給他informed的一個同意是 我們要informed他 我們所知道的所有東西 而不是我們選擇性的同意 更安全 我們有時候一直希望病人參加study 讓他傳統治療 我們有新的研究這樣 我們在很多行為底下 有時候會對我們當時的需求 影響到我們可以 為一個病人完全開放和開路 跟他討論他即將面對的東西 那個是一個比較難做的過程 但他需要時間 但是那件事情好不好做 你只要想到你就會錯 最怕的是我們沒有想到 這病人也接受了赫母治療 我們今天這個病人也接受了 很好的標靶治療 最後剩下推那一科我們把它開掉 開掉結束了嗎 其實沒有結束 其實他日子很難過 因為對早上醫生跟他講 這個是市期啊 我們以前的經驗 平均就活二十幾個月 大概活兩年 就中了 陳醫師很厲害 幫我把那一科開掉 說我也開得很乾淨 我很高興 可是我一直沒有忘記那個事情 那件事你也不應該要忘記 你在普萊尼方面所有的事情 就剛剛今天另外一個case 他之前第四集 我現在想生第二個小孩 這是他們在面對的問題 我們要去了解 會尊重跟他說明 當然有些時候 我會跟他討論 看他希望做到什麼 我們盡量的工作去 如果是跟他講 你可能會互發還是不要有小孩 就是這樣講 而是如何在他做了他的決定之後 讓他後面 他的決定之下發生的事情 讓他知道我們會在旁邊陪伴他 讓他解決 萬一出來要處理的事情 所以病人我們一定要讓他知道 適當的知道 我剛剛我就跟病人講 你要有最壞的打算 最壞的打算 最壞的打算 最壞的打算其實沒什麼 我們跟他講 最壞的打算就是死掉 我也會死 時間到了就該死了 時間不會壞 有事情病不好也死了 這是最壞的打算 可是你現在情況很好 你能維持你現在的生活的品質 你就要好好這樣過 他在過好日子的時候 還是要記得他 因為他必須要那個警覺 他才會遵照時間來做檢查 我們很多病人就是沒有那個警覺 他開始還開得很高級 他什麼時候會來 等到總有一大會兒才來 他中間不會來發熱啊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但是病人 其實他復發是常識的 因為剛剛各位講過 乳癌真的是退船 你真的是可以把它拿掉 其實成功的機會 不大不代的沒有 只是有說你要怎麼選這樣的病人 你就在面對這些事情 又回來 我又要再面對一次 這個在復發以後 如果我們給他選擇 跟剛剛是一樣的嗎 不太一樣 因為他連那個細胞型態不一樣 所以在選擇哪個對他適當 我們還是不知道 但是他又要面對這個選擇 我們在跟他做這個選擇的時候 我們應該盡量讓他了解 哪個選擇後面代表的是什麼意義 因為這是復發 復發看起來比較多點 看起來沒有手術的機會 他這要面對就是 他一定要面對的東西 只是乳癌的好處是 這個面對的東西不像以前 以前 一、兩人就會要面對那個底線 現在乳癌跟明天死亡 或 即使是晚期的病人 我們都可以治療很久了 這邊很多比較自身的醫生 很多乳癌的病人怎麼還不死 因為他邊走 邊藥物進步 你用那時候選到適當的藥 他就會一直延長 如果有病人轉移進了乳癌 現在已經十幾年 他還在上班 他怎麼開始給他治療第一天 他還在上班 他時間還沒到 他不會退休 他中間治療有點辛苦 可是說你要維持你的生命 維持你的生活 我會想辦法 當中間的選擇能配合你 所以現在的癌症的治療 其實 其實回到我們以前 我們一個醫生該做的事情 我們治病是治一個人 只是不曉得這個人身上神 你敢來這裡 這個概念其實 因為最早有人講過 我前面你要弄治療 就考了鑰匙 累了鑰匙 我哪有時間給他注意這麼多 否則 女生病人問題又特別多 你覺得這個有點不公平 所以說 很多醫生都說 我沒有時間做這件事情 其實時間 本來就在你自己手上 你要會問的話 有些問題 其實你不用擁有時間 你就會問 你只要想到這件事情 你不會去做 以前大家都說 我們要做這樣的建議 以前的 把一些皮膚放在後面才做 為什麼現在移到前面做 因為移到前面做 可以讓你跟病人關係更好 可以讓你Quality更好 而且現在已經有證明 可以讓你活得更好 這個皮小細胞肺癌的研究 他很簡單 在美國嘛 這個治療都是很高度化 他就分兩組 一組就是照現在的Standard of Care 一組就除了這個以外 另外有一群人來照顧他 我們是一群 謊為醫療的小組 我定期來往事 他沒有往事很多次 病人來門指頭去看 病人來門指頭去看 就這樣子 單單只是多一點點照顧 他的生活品質已經有明顯的改善 最重要的是 他的Survival curve 有明顯的增加 你知道怎麼可能 其實我是認為 這本來就應該這樣子 當你給一個病人 把他的所有症狀都治療好 他比較容易好好的接受治療 當你給一個病人 他的COVID做得好 他就知道他要面對什麼 他該做的事情 就會好好的照做 你跟病人關係好 你的醫組 他就容易止治療 所以我以前想 本來就應該這樣 可是一直沒有人敢去做這樣的Study 他不是第一篇 哇這篇是比較完整 也漂亮漂亮 也只有一種病人 很多這種Study就是一大堆病人 可是不同的癌症應該面對的東西不一樣 所以他活久的時候分析起來很困 這是一個非常乾淨的Study 跟你講 在往期肺炎的病人 都給病人關心 他就會活久一點 所以其實不是他 我幾篇文章都跟你講 Quality of life 一定是沒有問題 你給他多照顧就好 那Survival 也有幾篇也有報告 所以現在 我們應該要做的就是 一個癌症的病人 他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不要只想到他的病 要記得想到他的這個 反而的部分 目前這次 自由衛生組織已經講了一句話很重要的 所有的重症的病人 你在他開始早期 就要處理疼痛 跟其他的身體心理的症狀 在DWHO講得很清楚 他也認知了 你確實早點介入 你就把它影響到整個病程 讓病人在應付這個病程的過程中 能維持他的生命 甚至還能因為這樣 得到治療上更多的好處 因為他了解他的疾病 他就容易遵從醫主 這是美國的癌症 協會裡面寫 非常重要 當他講到另外一件事情 Ali Care 我們其實要 Focus at Patient 用他的單人 照顧的人 也是一樣的 那第二 Ali Care 從一開始就 就開始要進入 不要只想到Standler Tensure Care 一定要想到同事 給他做這個Focus Care 大家看到新藥都很興奮 看到這個子兔藥 子兔藥有什麼關係 僅多兔兔而已 兔兔也沒有關係 女性病人對兔是非常敏感的 我們很多病人 因為兔他就不做下去了 我在醫院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外科醫生講完了 病人說不可能打話 我說沒關係 你請他過來 他為什麼不敢打話 他就怕這個 他又怕掉頭髮 可是我說明完之後 這麼多年來 其實我幾乎每個 都有辦法說服他 乖乖的把該做的事情做好 他很愉快的做完 他能得到那個治療的好處 NCCN 這是美國联合的癌症 組織的一個概念裡面 他裡面也提到一句話很重要 就是 這個 早期就把我們治療 誰來發起 你看到 主要照顧那個醫生當作Center 他去尋求 附近的整個區 在醫院裡面 你可以尋求各種人 或是醫院一個系統 來提供這樣的服務 那現在的科技 你說這個問題那麼多 我們要怎麼弄 現在的科技 讓這件事情變得比較簡單 這是去年在ASCO發表的一個文章 但是很簡單 這個醫師他弄一個系統 這個癌症的病人會這樣 他只要有什麼不舒服 他就打當電腦 他的APP給他加 那個時候有什麼不舒服 這些資訊就會傳到他的熱視的手上 那醫生下次看他病的時候 你過一兩個禮拜 他有什麼事情 特意嗎 因為現在的比較清楚 我們三個禮拜看一次病人做一些 如果大家問他一三個禮拜過 有夠 不夠 現在不算 好像有在討論 好幾天討論 可是他還有這個東西 你就大概知道 這個變化的一個流程 越早去注意 你就會注意的越好 現在的科技 可以讓這件事情做得更好 因為他的報告 結果 也是一樣 這就是seal report 只用APP 一個網路的系統 那一群病人 神愛我也變好 所以早期的 醫療以前講是 我想應該是這樣子吧 現在已經是實證 我們希望科技是全程照顧 他開始懷疑是癌症的時候 就應該要進入了 很重要的 即時照顧 我們都用軟一點的關係 一個病人在家裡拉 肚子拉涼 他來給你看 不是拉肚子而已 他因為拉肚子 後面產生一個大的問題 都要處理 所以說了這些不好的 這些反應 你如果能盡早處理 都會結果越好 所以NCCN 事實上在開案裡面 講到最後 另外一方面 是很重要的 這些病人 越到處都有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分得到 你看很簡單 這癌症會不會要苦 可是有些事情 不太需要原來的專科醫師去照顧 有些事情是很簡單的 所以我們要了解 其實癌症病人需要全方位的照顧 你需要 除了治療以外 我們需要提供他即時的醫療 我們要給他積極緩和的醫療 現在真正 我認為趨勢是這樣 所以這個早期的反應醫療 應該就像我們的所有醫療一樣 他是個分歧 主要的治療的醫生是在第二期 他做了大部分的事情 可是因為這個病人還是要回到他家裡 在他的附近 很多時候他需要最寧靜的照顧 很多時候特別的這個反而醫療 沒辦法找到需要第三級的醫療 我覺得這個趨勢已經到了 所以我想我們大家應該花點時間 他說這件事情好不好做 其實不是那麼難做 你只要想每個病人他放在中間 我是跟病人講 你把自己放在中間 你就知道你要什麼 你要你就講 現在醫院有很好的 對案管理師系統什麼 你不講沒有人知道 都是鼓勵病人 你要講出來你的需求 病人反應是非常直接的 他講的需求你有反應 他才會繼續講 他如果講的需求沒有反應 他就不想理你 他要講出來 你才有放得上忙的機會 我們像西洋把病人的問題 解到最少 所以癌症醫療 其實這個所有醫療 只是癌症因為這個面對的問題特別大 我們需要把這個關聯帶到大家身邊去 你有這個病人沒問題 盡量照顧他 有什麼問題再給他轉到 你不要說你先去那邊 不是這個意思 有些事情事實上 你們就可以處理 這方面的東西 我們當我們學習更多的時候 有些基本的sign 對什麼我們如果了解 網路上現在健保法都看得到 病人在幹什麼 用什麼藥 你得了解更多 你在下手 真的要用那種的忙 也比較容易防得上忙 以上 謝謝 確實是蕭教授剛剛說到 在過去幾年的癌症的 所謂的品質認證的推動之下 這樣子的感覺 因為照顧系統 應該是一天非常地有進展 也希望能持續進步 那想請教一下兩位教授 我們常碰到一些問題 就是我們希望提供病人不同的選擇 但是有時候是病人告訴我們 他希望做什麼事情 如果我們有一點不知道該怎麼辦 比方說好像剛剛張教授提到的 免疫治療、細胞治療 其實我們覺得好像 針對這個病人幫忙不大了 但是一直得到這樣子的要求 我想請教授放在這樣子的情形的時候 兩位教授會建議有什麼樣的方式 我們先請張教授 我想剛剛非常認同哪些要受講的說 我們一個病人都非常身貴 非常需要給他機會 都不能放棄 那都是要給他治療 我們非常非常贊成這句話 不管是用什麼樣的治療方式 那我們如果有標準的治療方式 治癒率非常高的治療方式 那當然我們一定要知道 一定要給他 那通常到了你剛剛的這個程度 通常都是屬於比較 Stand-up value 的這種gaze 那這種gaze 我們真的每天在破 那也都是相當困難的issue 那我想我們首先也是一樣 我們揭露所有我們已知在手上的 包括Stand-up的如果還沒有用完 包括舊的Stand-up 以前的我們也一路走來 走的也走了30年了 舊的Stand-up 我們如果只能外國用了 我們還都只能非常多在用 以前的我們會告訴他 但是你用的是1960年代的105 如果再不行的話 那就更往前面去看那什麼樣的try 我們可以讓他進 真的不行 像他可能會有人開始討論特管的辦法 我想特管的辦法也是基於這些才產生的 但是特管的辦法我們就要根據一定的程序去執行 我想再跟病人回中心跟他討論完 接下來的治療 對下來的生命 接下來的整個情況 對你來講是什麼樣的意義 然後再幫他一定最好的治療方式 那可以請七大叔就commen一下 就是真的已經是沒有辦法 但是病人跟相處 我就是看到了 我希望要做什麼什麼什麼的的時候 我想對於說墨血的病人最重要一件事情 你要讓他相信你 不是這個時候在相信你 你這全程都陪著他 那個時候的決斷其實就蠻容易的 那時候跟他講你辛苦 你要知道什麼故事 比較難的就是他在外院來找你 這個時候最重要你要花時間 要耐心跟耐心 那我們現在在癌症領域裡面 有些醫生跟他講 阿比醫療症的悠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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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悠 因為他對病人是非常的大的傷害 我是覺得沒有醫生在講這一句話 你看他解釋他自己的話 你可以回頭讓他還醒過來的歷程這樣子 就同樣那件事可以不要那樣講阿 我想跟他 我想詳細的告知 最後尊重病人的決定當然是最重要的 他做什麼決定 你永遠不要去苛責他 你一苛責他 你跟他的關係就不見了 後面永遠沒有機會再幫他 那最主要是在講這個時候跟他講 後面會有些問題 只要需要我們永遠會在旁邊當作你的陪伴 幫你度過這個日期 那他有這個細菌 那後面日子就會比較好過 也是因為他相信你 所以你跟他講說 你不要花那個錢去做細胞治療的時候 他比較低的進去 那我們在很多情況之類 那我不把人去找人去 他不去做細胞治療才怪 你這樣爸爸就害他 你沒有花時間再讓他解釋之類 你爸爸把他push到 那個很奇怪的治療上去 我也覺得 以前想回來為什麼中醫你我 中醫這一塊比我們厲害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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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從京產演講 那針對這個最後這張時代 我想有時候一代性癌症末期已經 可能我們也呼呼她們可能在投表多久 你說這個中教師辦的角色如何 你說有沒有好像好方法 然後我安慰地人的心理 不知道 這個是這樣的 他也有很多痕癒的痕癒 讓家屬弄死後 下個段階層的痕癒 宗教的記錄在馬街 因為我們很有習慣 其實蠻早就會進來 一個病人到這個情況的時候 我們在射中的病人 康康房裡面 我們感覺到宗教進來 我們還是有相當多的病人 會在臨中前才受洗 或是按理電腦受洗 那我覺得在一個 很設定好的環境底下 我看到的幾乎都是正面 那馬街因為戀害他就長暴 我們有傳統的信息在那邊 不過他因為我們做得比較習慣 那我覺得我們只是幫忙的人 我們不要拿我們自己腦袋推成 有價值啊 他真的是回教我就幫他忙 反正他是什麼教我就幫他忙 那馬街以前比較困難 在裡面他活教也是很困難這樣 他在地點 所以現在不會 我們跟他爭取說這個 要尊重那個人的選擇 現在醫院也能容許做這種事情 不過這個可以鼓勵 那在所有的議題中 其實大概都有一個方面 可以盡早一句話 其實其實有時候你直接問 其實社工現在比較聰明的社工 在前面社工講話 就會問到這裡去 不過現在醫院還有心理師嘛 心理師也可以從他的地方 轉嫁到宗教的希望 其實他不善而已 謝謝 還有您請他 對 教授他們提到說 是有人說 癌症人生的狀態 叫做說 有些事物理的 就整個MECA的時候才回來 那 要怎麼跟他們講說 多久回來一次 譬如說 譬如說你幫他有個定人 他們的survival很好嗎 那有沒有說 一套的一些波爐的概念 你要多久回來一次 其實是 病人跟醫生中間的診施 你不能跟病人講 欸 肝癌時候半年一次 但是我們的醫院是三個月一次 你跟我意思 有些醫院很有意思 他醫院已經定好了 就跟病人講這樣 因為肝癌不一樣 很多醫院定很多次 因為檢查比較多 但是這應該是 醫生跟病人之間的一個動作 醫生跟病人之間要好的溝通 他又要好好的回來追蹤 現在比較大的問題是 他也不知道要不要追蹤 也不知道為什麼要追蹤 怎樣就會弄進 他這個就是每個病人的情況不一樣 像是晚期的乳癌的病人這種 你說第一次起他水質會複塌 我就不會叫他半年了 他還有他在吃後 因為每個月都會拿藥 所以你就一個月回來吃 如果你可以的話 但是不要拒絕病 你看如果說 那會我們三個月 然後慢性股膀線 那個最大的底線就是三個月 我想這是一個 我想這個沒有答案 但很重要是你要跟他講清楚 病人跟一天那concept要先弄 不能到後面才來 才來定比較不好 所以要那個先定好之後 那個時間去就可以cover起來 那他說你對follow up的建議 如果他有stage4的 大概不是單純follow up 應該如果是active treat的 還在一起行動 他就看你拿藥的情況 如果單純通通 大概三個月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其他的 大概是有一個kymol的 理由的 理由 因為我剛才去看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三個禮拜 到這裡講的是說 已經開完八十個Q了 那個大概也是有一些生產的建議 我想大家要說 這邊應該也會去 如果從比較早期的話 應該是 也許是前兩年大概都 三個月會不會來追蹤 如果說到三四年 都是其實可以 那還會稍微的時間 拉起到半年以上 到半年 好 歡迎 如果要逼得禮 通常我們都會再留一個彈數 就是說如果有什麼問題回來 我們就是乖乖的自身一張加號彈 台大院現在發現 加號彈每一年會換顏色 顏色變了就不行 所以記得請他們 先到要回來旅遊一下 所以確實是有很多不同疾悦 不同醫療環境的差異 但是我想我們的出發點 應該是一樣的 我想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再次感謝我們幾位 叫做精彩的演講 也謝謝各位 感謝各位專家的一分 感謝 謝謝